在场的人都是当年上市 下市 现在还在这里一起继续努力 这一天对黄虫人来说意义非凡 9年前历经爆发财务危机被迫下市 如今终于重返台湾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开收购价49.88元 第一天就冲上78.9元 涨幅超过50% 更是台湾证券史上少有案例 从台积电 联电 利基电 事业先进 就是看好张忠谋立下的代工典范 让黄虫人决定要把低润公司 转型为逻辑代工事业 更在苹果开发iPhone4的时候 成为独家驱动IC供应商 顺利偿还1200亿元债务 如今利基电逻辑代工产能 3到5万片早已经被订光光 黄虫人说未来10年 台湾半导体制造业非常有竞争力 整个产业的一个取向是 上10%到15% 我们公司本来就跟客户都签好约 所以明年一定比今年好 这是确定的 所以我们应该讲起来 我们明年展望是不错 而且是全部满载 利基电今年前三季营收458.65亿元 年成长35.65% 在台湾拥有三座12寸厂 两座8寸厂 2023年底铜锣12寸新厂 也要正式投产 有的人想要抗控 但是我们还有很大的项目 在开始发展中 叫做汽车电子或电子汽车 我认为产能还是不足 所以我对这个产业是蛮多头的 我们现在是第六大 我们希望变成第五大 力挺车用电子未来商机无限 计划发展第四代化合物半导体IGZO 因元宇宙商机趋势 成熟制程晶片需求大幅增加 预计到2023年代工产能依旧功不应求 新台地市高中的沈维彤台湾台北报道